大兄宅官司的知名豪宅 位在信义区 实价登陆每坪要价130万 距离台北101跟夜市都很近 艺人天心 Hippie Ella都曾住过 前年一名徐姓屋主 把13楼房子出租给理性房客 但房客的母亲罹患癌症 坠楼死亡 房东后来把房子转卖 开价2,990万 但买家认为 是兄宅出价2,225万 房东损失765万 于是跟理性房客追讨200万 但法官罕见判决败诉 我觉得算是凶宅 让他也算是房间的外面 但也算是房间里面一起的这样 不算吧 凶宅应该是命案现场在里面 对 我觉得是这样 开临时徐姓房东主张 当初是依实家登陆计算 任赔765万 只有求偿200万 但房客主张 母亲是死在中庭非住宅内 法官最后认定 死者无冤屈 自愿死亡 不能算是凶宅 他的一个判决算是相当的特别 那在过去来说 我们的非自然身故 其实他在认定上面来说 就是所谓的自杀或者是他杀 那当然在这个状况之下的话 自愿跟非自愿 好像并不应该是一个 认定的一个标准 房东业者表示 依据内政部公函 非自然死亡 自杀他杀都是凶宅 有必要告知买家 要是房东担心变凶宅 租屋前可以另签 房亲生条款保障 万一发生这样子的 一个不幸的事情的话 你到了法院去之后 可能法官他还是会 针对所谓被告 他会去做一个酌情的 一个费用的一个增减 法界人士指出 凶宅的定义 法律上没有清楚认定 法官因此有解释的空间 也因此出现这样少有的案例 TBBS新闻黄建国 杨志中台北报道 咱尼 我 不